国台办3月29号上午举行例行发布会 针对蔡英文拟过境窜美与美众议长麦卡锡等会面一事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指出 民进党当局是在制造各种借口 利用各种机会从事谋独活动 台湾当局领导人所谓过境呢 本质上是依美谋独的挑衅行进 企图制造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等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的事件 四季呢在国际上都受台独主张 并谋求美国反华势力的支持 蔡英文过境呢不是老老实实的待在机场或者宾馆 而是呢以各种名目要同美国的政府官员国会议员接触 搞美台官方往来与外部反华势力勾连 他如果与美国的综艺长麦卡锡接触 那么将是又一起严重违反 一个中国原则和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挑衅 我们对此坚决反对 必将采取措施坚决回击 我们敦促美发严格的恪守 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不安排蔡英文过境美国 甚至与美官方接触 以实际行动兑现不支持台独的严肃 同一之后台湾可以实行和大陆不同的社会制度 同一之后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化制度化将更加完善 那长期困扰台湾发展和民生改善的诸多的难题 比如说缺水缺电等民生难题呢 都可以在两岸融合发展 因通尽通当中得到解决 台湾的财政收入也尽可用于改善民生 同一之后台湾的文化创造力将得到充分的发扬 同一之后台湾同胞的国际发展空间将更大 在国际上的腰杆更硬 底气更足 更有安全 更有尊严 共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荣耀 真正爱台湾 就不会给鼓吹毁台论调的美国人受勋 就不会拱手让出台湾的优势产业 就不会大肆的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 去高价的购买美国武器来为谋毒壮胆 就不会为贴靠美方甘愿把台湾打造成火药桶 更不会把台湾同胞绑上台独的战车 裹挟台湾的青年人成炮灰 而这些不正是民进党当局的所作所为吗 我们相信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已经清楚的认识到 台独是绝路 外人靠不住 我们就要出发 访问友邦瓜地马拉以及贝里斯 并且在行程中过境美国纽约 以及洛杉矶 那么过去三年多来 疫情虽然影响了全球人员的往来 但没有阻碍台湾和世界的交流 台湾始终和全球民主伙伴站在一起 在面对疫情冲击的时候 彼此伸出双手相互帮助 在威权主义扩张之际 共同站稳的脚步 守护自由民主 这趟民主伙伴共融之旅 正是要展现我们深化和友邦交流合作的决心 同时更要清楚地传递三个信息 第一 台湾会坚定地捍卫自由民主价值 持续地做国际社会良善的力量 这三年多来 面对全球疫情恶务战争 迁灾剧变等重重的挑战 只要国际社会有需要 台湾就会贡献心力 而当台湾面临难关 民主伙伴也会对台湾温暖的持援 透过这次的出访 我要感谢民主伙伴挺台湾 也要告诉全世界 民主的台湾 坚定地捍卫自由民主价值 更会持续作为国际社会的良善力量 延续善的循环 强化全球民主的韧性 第二 台湾作为全球经济的关键力量 会持续追求和有盟国家的共荣发展 我们会和友邦以及理念相近的国家 在农业技术 医疗公卫 妇女妇权 世卫经济以及供应链安全等领域 进行更密切的交流 展开更广泛的合作 尤其是在后疫情时代 台湾是全球供应链重组不可或缺的角色 我们会抓住更多的机会 加强和有盟国家合作 为全球疫情后的经济复苏 贡献关键的力量 第三 台湾走向世界的决心 只会越来越坚定 台湾是世界的台湾 带领台湾走向世界 也让世界走进台湾 是我们执政的重要目标 外来的压力不会阻挠我们走向世界的决心 我们矮静 自信 不屈服 不挑衅 台湾会坚定地走在自由民主的道路上 走向世界 这条路虽然齐去 但台湾并不孤单 我们就要带着这样的信念 扩别三年再次前行 为自由民主前行 为和平稳定前行 为繁荣共好前行 谢谢大家 谢谢 拜登政府任内也久度宣布对台军手 我们感谢美国政府依据 《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 落实对台湾的安全承诺 支持台湾充实自我的防卫能力 而我们也一定会和美国及其他伙伴 共同全力守护区域的和平稳定 这几年来 台湾让国际社会看到 我们遇到威胁压力的时候 我们不挑衅也不屈服 台湾展现出自我防卫的意志和决心 以及沉着冷静控管风险 台湾有能力 维护区域的和平和定义 更有决心守护我们坚持的价值 跟生活的方式 台湾站在世界民主阵线的第一线 台湾人越团结 台湾就会越安全 台湾越安全 世界就越安全 我们会和所有的民主伙伴 攜手合作 台湾会继续坚定的走在民主自由的道路上 台湾越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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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万罪 统一万罪 东北万罪 台东思路一条 台东思路一条 民建加联盛 聊到 我们一专心放动去 火飙飙飙飙飙渉 云的相红少量 vos 我们亲爱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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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